说起杨幂 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童星出道的她一直发展得很不错 这么多年来也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优秀作品 其中就包括了《仙剑奇侠传》 《宫所新玉》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古装剧 成功躋身一线女星行列 走红后的杨幂话题一直没断过 依旧保持着超高的热度 她不仅是话题女王 还被网友们称为带货女王 熟视女王 流量女王等 只要是有关她的一切都能火得一塌糊涂 如今的她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公司 拥有了自己旗下的艺人 除了是一名演员之外 杨幂还是一名老板 也算得上是彻彻底底的人生赢家了 虽然当时在事业巅峰的时期 选择与刘凯薇结婚生子 不管杨幂和刘凯薇经历了多少的甜蜜时刻 最终两人还是分道扬镳 以离婚收场 如今的杨幂也是娱乐圈中 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星 她的长相真的是让人感觉很惊艳 五官精致立体 鼻子高高挺挺的 樱桃小嘴 也是标准的美人骨 而且她的情商也特别高 总是可以照顾到身边人的感受 而杨幂心中也有自己的男神 那就是谢霆锋 说起谢霆锋 她在圈内的知名度还是挺高的 出道以来也出演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很多粉丝网友都是看着她的电影长大的 在大家眼中 谢霆锋是一个在很多领域都有很大成就的全才 拿起吉他 唱成了歌王 拿起剧本 演成了影帝 钻研起厨艺 她获得了米其林之友的称号 在某些领域 她的公司是最顶尖的存在 虽然现在的谢霆锋渐渐淡出了荧幕 但她的作品一直受到追捧 要知道 不光是粉丝们喜欢谢霆锋 就连娱乐圈中都有不少谢霆锋的迷妹 而这其中就有杨幂一个 而杨幂在面对谢霆锋的时候整个人都焦羞了起来 小表情小动作特别多 和普通女孩追星看到自己的偶像的样子没啥区别 有一次 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11年东方影视盛典上 杨幂作为颁奖嘉宾为谢霆锋颁奖 那时候的杨幂还曾大胆地向谢霆锋来一个拥抱 之后杨幂说跟谢霆锋拥抱时整个人都在颤抖 脸也通红 看得出来 杨幂对谢霆锋真的很崇拜 在之后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一起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 甚至谢霆锋的节目 还邀请了杨幂来当嘉宾 两人合作得很好 在节目组的设计下 需要谢霆锋跟杨幂一同找一样东西 但是由于东西放得比较高 当时谢霆锋就让杨幂骑在自己的肩上 有谁注意到了谢霆锋的首部位置 这也是充分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人品 只见谢霆锋当时是用两只手压着杨幂的膝盖 防止杨幂会摔下来 所以谢霆锋的人品真的是一目了然 既礼貌又绅士 又保护了杨幂 所以难怪杨幂会被谢霆锋迷的神魂颠倒了 杨幂作为娱乐圈的时髦精 在传达上总是能给我们很多的惊喜 不停为我们传递时尚的力量 实业上的他更是拼命三娘 我们对他总是有着无数期待 因为他的潜力就是那么的不可先量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